在导师的指导下 每个雕刻作品逐渐成型 由背处会以及木木传家宝工作室 共同举办的艺术人才培训计划 从9月初开始展开密集的培训课程 并邀请国宝级木雕工艺家哈谷担任讲师 带领学员们认识北南族传统工艺文化 北南族的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做木工的工艺师 但是他们都隐居在部落里面 能够找到这些工艺师 然后能够让他们的艺术文化土壤 能够让很多人看见 主办单位表示 北南族因受外来文化影响 传统工艺快速的消失 希望透过培训计划保存传统工艺技术 学员们也能透过创作 找寻北南族文化与价值 主要是跟哈谷担任学 因为他的作品都是生活上的事情 所以他的作品跟人家也不一样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刀工 他是很粗犷的 很原始的那种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我们原住民有很多图腾 他利用图腾的纹理去创造一些花样 让大家看来会比较习惯 一定要讲到你们自己主线 过去他们的传说 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 从你的创作里面 你可以找他的主题 哈谷老师说传统工艺 不只是技术的呈现 同时更蕴藏了族群文化内涵 期待未来有更多学员投身文化教育工作 让北南族工艺文化能永续的传承下去 原始新闻 台东市采马报道